男堂后珠李玉 接连遭遇不幸 痛苦不堪 而一位女子的出现 让她颓废的生命 重现爱的曙光 那么这位非凡的女子究竟是谁 细节节目 诗歌爱情之 焦君自一连 男堂后珠李玉的一生充满了传奇 他一度成为令人艳羡的帝王 然而命运多舛 面对宋朝的大兵压境 男堂小国风雨飘摇 危在旦夕 就在他忧心忡忡之际 深爱的妻子大周后 也因病离开了他 李玉的人生 因此遭遇了双重打击 她沉浸在深深的痛苦之中 这时 一位帅真可爱的妙龄女子 闯入了她的生命 让她在人生的低谷 体会到了世间最美好的 挚爱与真情 这位女子 也成了她生命里的 最后一位女主角 伴随着李玉的诗词流传至今 那么给李玉留下 刻骨铭心记忆的 这位女子究竟是谁 她们之间又发生了 哪些感变动地的爱情故事 中南大学杨宇教授 带您走进动人心魄的爱情世界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诗歌爱情第六集 娇君自一连 大约在北宋前德四年 就是公元九百六十六年左右 在当时的精灵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威俄壮丽的皇宫里面 正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悲喜剧 当然这个皇宫 肯定不是大宋王朝的皇宫 而是偏安东南异域的 南唐国的皇宫 当时在位的正是南唐国主李玉 史称李后主 这一年李玉三十岁 也是他即位之后的第六年 而历之年的李玉呢 此时正面临南唐立国以来的 多世之秋 内忧外患可以说是接踵而来 我们来先看外患 在九百六十年的时候 赵匡印建立了大宋王朝 并且马上把目光锁定长江以南 就在前一年 也就是公元九百六十五年 宋灭后蜀 第二年又决意罚南汉 大宋王朝的虎视眈眈 让柔弱的南唐国 不免也有兔死湖悲之鱼 再看内忧 三十岁的李玉 此刻也面临着人生的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两年前 他最宠爱的次子 仲宣不幸早妖 年仅四岁 就在他的爱子去世之后的一个月 他最宠爱的妻子大周后 也因为悲痛而去世 年仅二十九岁 第二年 李玉的生母 圣尊后 终是去世 李玉进入三年的扶桑期 我们从这一系列的内忧外患来看 在我们理所当然的想象当中 此刻的李玉应该正好生活在一种悲伤和恐惧当中 可是事实和我们想象的似乎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的原因 是因为所有的内忧外患 此刻都暂时的被李玉抛在了脑后 他这个时候正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与幸福当中 有此为证 花明月案 拢清雾 今宵好向狼边去 铲袜不相接 手提金旅行 化堂难叛见 一向微人产 奴魏初来难 教君自义怜 尽管面临着内忧外患 但这个时刻的南唐国主李玉却正在经历他人生当中前所未有的一场爱情 南唐的王公里隐约的流淌着的爱情的甜蜜与疯狂 而这首菩萨蛮就正式截取了这场爱情当中最为动感最为具体的一幕 那就是李玉和他的恋人约会 先来看约会的时间 花明月案 拢清雾 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 花儿正在盛开 暗箱四溢 月色呢比较幽暗 不过月色幽暗正好是适合约会的这样一种环境 我们说明媚的花儿和幽暗的月色更相配哦 其次是约会的主人公 金箱好像狼边去 这是一个活泼可爱又古灵精怪的少女 你看他要和恋人约会了 一个好字透露了这个少女迫切的期待的心情 在古代社会啊 我们知道女性无论如何呢 应该是表现的比较矜持 比较含蓄的 可是我们看这位女子啊 她好像似乎一点都不想掩饰她那种迫切的心情 而且这个好字呢 似乎还隐约向我们透露了 其实这位女孩跟她的恋人平时见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 所以她特别特别珍惜这一次难得的见面的机会 产袜不相接 手提金铝鞋 这两句呢就是描摹少女赴约的具体的情态了 产袜就是光穿着袜子不穿鞋子 看着这位少女她手里面拎着金丝绣成的鞋 光穿着袜子 飞跑过洒满花瓣溢满花香的台阶长廊 看来啊这真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优惠 她为什么要脱掉鞋光穿着袜子呢 因为她怕去赴月的路上被人看见或者是被人听见 所以她只能穿着袜子一路飞奔 悄无声息 却又是迫不及待的 产袜不相接 手提金铝鞋 我们仿佛能够亲眼看到少女一路飞跑 她的裙脚被风扬起 甚至连满地的花瓣都被裙脚带起来花香四溢的那种感觉 好像花瓣都在夜色当中轻舞飞扬 大概在所有的艺术形式里面只有文学作品才能够将这么动感 又这么安静的一幕场景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了 接下来就是约会的地点了 画堂难判见 那画堂的难辨就是她和男主人公约定的见面的地点 少女一路飞奔 远远地看到画堂已经若隐若现了 她忍不住加快了脚步 男主人公也终于登场了 她一直守候在画堂难判 亲眼看着她的心爱的恋人 手提着鞋子 衣昧飘飘 向她一路飞奔而来 最后 镜头就定格在这一对心心相应的恋人身上 一向微人差 可能是刚才跑得太快了 也可能是心情太紧张了 直到依偎在爱人的怀里 她的身体还在微微的颤抖 但是这一系列的动态描写 所带给我们的震撼的力量都抵不过这最后的两句 奴卫初来难 教君自已连 我们回过再看这首词 从第一句花明月案 隆亲物开始 一直到一向微人差 这首词的作者 好像就是一个旁观者 他一直站在一个旁观的角度 远远地欣赏这位赋岳的少女的各种各样的情态 可是直到奴卫初来难 教君自已连这最后两句 这首词突然变成了这位少女自己的口吻 好像她在向她的爱人叙叙的低语着 奴卫初来难 教君自已连 我出来一次那么艰难 你可一定要好好地爱我 好好地疼我呀 要注意了 古人不会用爱字来表达爱情这个意思 古人用哪个字呢 用连 教君自已连 翻译成现代汉语 那就是让你一次爱个够 给你我所有 那我们看整首次描写的这位赋岳的少女 哪里是我们印象当中 那种古典的矜持的害羞的少女呢 是什么样的女子这么大胆 居然敢偷偷地和恋人相会 并且还毫不掩饰地宣称 让你一次爱个够呢 这位女子就是南唐国主李玉当时的恋人小周后 也是她后来名媒正取的南唐国后 小周后当然不是女孩的名字 她姓周 后来成为了李玉的皇后 尽管对于大宋王朝而言 南唐这个时候已经去掉了帝号 李玉只能称为国主 她的妻子只能称为国后 但是对于南唐国家内部而言 李玉仍然被她的臣民百姓呢 视为是一国的皇帝 而她的妻子当然也就是皇后了 而小周后呢 正是李玉的第一任皇后的同胞亲妹妹 所以史上就用大周后和小周后 来区分李玉的前后两任皇后了 李玉与小周后 一个是堂堂的异国之君 一个是贵为国母的皇后 她们的爱情和婚姻本在光明正大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 我们从李玉的词中可以发现 她们两人谈恋爱 似乎在刻意闭人耳骨 生怕被人看见 遭人诟病 那么她们究竟在担心什么呢 答案是 小周后虽然是李玉 明媒正娶的皇后 但是她们在婚姻之前的恋爱程序 却是不符合宫廷礼法的 话而言之 在结婚之前 她们的恋爱有种种出格之处 她们的婚姻也面临着两大障碍 我把这两大障碍归结为第一 情感的障碍 情感的障碍呢 主要来自李玉的第一任皇后 大周后 我们常常说呀 完美的爱情是要在正确的时间 爱上正确的人 可是李玉和小周后的相识 恰恰并不是在正确的时间 李玉注意到小周后的时候 正是她的妻子大周后病重的期间 大周后归名是俄皇 公元九百六十四年 是他们结婚之后的第十一个年头 李玉呢 作为一国之君 虽然后宫当中美女无数 但是十一年来 她全部的爱情都在她的妻子大周后身上 使在大周后宠必专房 专宠达十一年之久 大周后之所以能够专宠 主要有两大原因 第一当然是国色天香的美貌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大周后还拥有高超的艺术品味 那我们知道呢 李玉是一流的艺术家 大周后比起李玉来 丝毫都不逊色 使在大周后 通书史 善歌舞 游弓琵琶 是当时顶尖级的琵琶乐手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作曲家 我只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大周后和李玉琴瑟相邪的 艺术化的爱情生活 有一天冬夜 外面下着额毛大雪 李玉跟大周后呢 两个人在宫殿里面就喝酒唱谈 喝到酒憨的时候 大周后趁着酒性就撒娇 非要李玉呢 给她跳舞 一想堂堂异国之君 当着一众宫女太监的面 拿好意思跳舞给皇后看呀 可是大周后不依不饶 撒着娇 非要李玉跳舞给她看 李玉呢 平时跟大周后夫妻很恩爱 这个时候当然也不好意思 违背妻子的心意 所以呢 她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她说让我给你跳舞 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大周后说 只要你肯给我跳舞 不要说一个条件 就是一百个条件 我也答应你啊 李玉就说啊 平时我们听惯的那些陈词烂调 那些旧曲儿 我都听腻了 如果你能当场谱一首新曲子 那我就按照这首新曲子 跳舞给你看 大周后一听二话不说 命令宫女拿来纸和笔 她一边思索 一边吟唱 一边记谱 请客之间一首新曲子 就谱出来了 这首曲子 名字叫做 腰醉舞破 破呢 是一个音乐的书语 说明这是一首 节奏比较欢快的曲子 腰醉舞 就说明这首新曲子的来历了 是邀请 是酒醉之后 邀请她的丈夫李玉 来跳舞的一首舞曲 李玉一看 大周后这么有才情 妻子这么能干 非常高兴 就命令妻子抱起琵琶 为她伴奏 她就喝着这首腰醉舞破 跳了一曲舞 给妻子看 我们看这哪里像一国之地后的夫妻生活 别的国家皇帝和皇后都是相敬如宾 可是像李玉夫妻这样 十年如一日的亲亲我我恩爱有家 还真是难得的帝王夫妻 国色天香多才多艺 是大周后拥有长久爱情的必杀计 所以七年之养的魔咒 在她这里是不攻自破的 可是命运偏偏给大周后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就在公元964年 她病倒了 病情还很重 爱妻生病 李玉当然是忧心如焚 她每天下潮之后 都会赶到大周后这里陪伴她 大周后的所有的饮食 李玉都要亲自过问 她所有吃的药 李玉都要亲自尝过才肯喂她吃 有时候病重的时候 李玉甚至是一连好几天 医不解带的守候在身边 按理说有了李玉这样细心的呵护 大周后的病的应该会慢慢好起来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大周后有三个儿子 其中最可爱最聪明的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 仲宣 平时啊 大周后都是不让保姆带亲自来抚养这个儿子 可是他生病期间呢 因为没有精力照顾儿子了 就让保姆带着仲宣在别院居住 可是居然就在这个期间 仲宣暴病而死 年仅四岁 这个噩耗传来 大周后的病情雪上加霜 仲宣是964年10月2日死的 就在一个月之后 也就是当年的11月2日 大周后去世 年仅29岁 据史书的记载 大周后临终前 曾经看似很平静 但却是非常伤感的跟李玉说过这么一段遗言 我幸运的嫁与你为妻 深受恩宠十多年 一个女子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此了 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儿子不信妖王 我又不能继续陪伴在你身边 此生都没有办法再报答你的恩情了 大周后去世的时候 李玉是心痛到无法呼吸 使在后主哀苦鼓励 仗而后期 她沉浸在哀伤当中 到第二年大周后入葬临寝的时候 李玉已经消瘦憔悴到只剩下皮薄骨头 必须要组着拐杖才能够勉强站起来 与大周后十年的婚姻生活 曾经是李玉爱情生活的全部 当原本的爱情世界轰然倒塌的时候 李玉是心痛无比 而就在这个时候 小周后的突然闯入 可以说让本来已经心如死灰的李玉 心里再起波澜 风乍起 吹皱一池春水 这个外形 酷似大周后的小姨妹 在李玉的心头 泛起了异样的涟漪 但是啊 大周后刚刚去世 李玉还没有完全从哀伤当中走出来 要她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完全的接受小周后 我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她还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这是李玉跟小周后的恋情面临的第一大障碍 情感方面的障碍 第二大障碍来自于太后 也就是李玉的生母圣尊后 圣尊后倒并不是不喜欢小周后 反而相反 从小因为姐姐是皇后的原因 小周后呢 经常会出入宫廷 因为她的活泼可爱 聪明伶俐 非常讨太后的喜欢 所以导致后来 如果长时间小周后不进宫 圣尊后还会很想她 会派人把她接进宫来 陪自己几天 也聊以慰继 自己独处深宫的寂寞 所以李玉其实 对小周后从小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不过那时候呢 小周后实在太小 大周后跟李玉结婚的时候 小周后才不过四五岁 还是一个完全没有长成的幼女 陈天跟在李玉后面 姐夫长姐夫短的叫 撒娇 哄着李玉呢 时不时赏她一些好吃的呀 好玩的宝贝呀 那对这个从小任性的 刁蛮的小姨妹 李玉也是一直给她很多宠爱 但是这种感情纯粹是大哥哥 对小妹妹的感情 丝毫不掺杂任何男女之间的特殊感情 那情绪的微妙的变化 可能正是发生在大周后病重期间 圣尊后又把小周后召进宫来 照顾一下她生病的姐姐 这个时候的小周后 年约十五岁 已经是亭亭玉立 落落大方的美少女了 而且她的眉眼之间 酷似她的姐姐大周后 虽然此时李玉的全部心思 都在病重的大周后身上 可是当小姨妹 突然站在她面前的时候 她还是惊呆了 真是女大十八遍 以前怎么就没有注意到 这个小姨妹 还是个天生的美人胚子呢 那种少女特有的青春俏丽啊 甚至还远远胜过她的姐姐 有人猜测 小周后与李玉的恋情 之所以不敢公开 就是因为此事发生在 姐姐大周后病重期间 她们害怕刺激到大周后 导致她的病情更加危重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 李玉和大周后的夫妻深情 一定会大打折扣 李玉也会给世人留下一个 冷不无情的印象 并因此而深受后病 那么关于这段历史迷案的真相 杨宇老师又是怎么看的呢 然而我个人有不同意见 我认为李玉注意到小周后 可能确实是在大周后病重期间 但她们真正的开始热恋 应该是在大周后去世之后 而她们的恋情之所以不敢公开的原因 并不是怕刺激到大周后 而是因为就在大周后去世的第二年九月 李玉的生母圣尊后终是去世 根据古代的礼法 包括天子在内 母亲去世 儿子都必须守孝三年 这三年当中禁止一切娱乐活动 连夫妻都不允许同房 当然更不允许谈恋爱 所以我说的李玉跟小周后恋情的 面临的第二大障碍 正是来自于为圣尊后守三年的礼法障碍 有了情感和礼法的这双重障碍 李玉不得不有所顾忌 所以才会造成小周后 奴魏初来难 教君自一连的尴尬局面 李玉和姨妹谈恋爱 长达两三年之久 到后来直到太后扶桑其满 他们正式成婚 这个婚礼当然就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了 然而礼法的禁忌也好 情感的障碍也好 当爱情爆发的时候 任何试图抗拒的理智 都显得无能为力 李玉跟小周后的恋情 就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情高烧 烧得他们手足无措 烧得他们完全丧失了理智 烧得他们完全丧失了意志和抵抗力 三年首桑其满之后 李玉以最为隆重和风光的礼仪 迎娶了小周后 而且他不惜以皇帝之尊 行亲迎礼 就是以新郎的身份 亲自去迎接新娘 据说婚礼大典举行的那一天 南唐国里万人空巷 官礼的老百姓 达到了民间关者万人的地步 小周后入宫之后 他获得的宠爱 甚至超过了他的姐姐 也许李玉把之前对于他姐姐的全部的爱情 都转移到了他的妹妹身上 小周后不仅延续了姐姐宠壁砖房的这样一个神话 李玉还专门为他修建了一个装饰非常华美的花房 这个花房仅仅能够容纳两个人 每到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 李玉跟小周后两个人就在花房里面喝酒 吟诗享受着风流浪漫的二人的爱情世界 李玉和小周后的爱情故事说到这里 也许我们会产生一种疑问 小周后除了美貌之外 到底还有什么魔力能够取代 大周后跟李玉经营了十年的爱情 能够成为李玉甘愿冲破一切禁忌 不顾一切要拥在怀中的恋人 并且不顾舆论的谴责要堂堂正正的取他为后呢 李玉是一国之君 更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男人 十一年的婚姻生活 他与大周后抗力情深 心意相同 大周后离世后 李玉一度痛不欲生 那么为什么如此重情重义的李玉 会在妻子大周后去世后不久 迅速的坠入于小周后如火如荼的热恋中 并进而顶着世俗的巨大压力 以盛大的仪式迎娶小周后 正位中功 在小周后身上 究竟有哪些令李玉无法抵挡的魅力呢 请继续收看 系列节目 诗歌爱情第六集 娇君自一连 我看了很多材料之后 归纳了两点 除了美貌之后 小周后吸引李玉的 还有青春和任性 这两大资本 先来看青春 大家可能觉得青春能算一个理由吗 难道李玉的身边还会缺少青春美貌的女子吗 诶 我恰恰觉得青春它真的是一个理由 因为在此前 李玉呢 跟大周后的感情更像是姐弟恋 大周后比李玉大一岁 根据史书的记载 大周后的性格非常的和顺温婉 那在大周后的眼里呢 丈夫虽然贵为一国之君 但是对内呢 好像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 对外呢 他也没有心机 没有城府 没有权变 没有谋略 更加没有杀伐决断的强悍的政治能力 这一切啊 注定了李玉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君王 但却恰恰是他成为一个伟大词人的绝对优势 李玉对大周后的感情 可能更加接近那种弟弟对姐姐的眷恋 大周后陪着他 经历了从一个王子到太子 再到一国之君的全部过程 陪着他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 他们之间更多的是相濡以沫的夫妻的亲情 可是小周后就不一样了 小周后比李玉大概小13岁左右 他跟李玉开始恋爱的时候呢 也不过才十五六岁 虽然国色天香 但毕竟是稚气未托的少女 即便他们成为恋人之后 小周后那种百无禁忌的一派天真烂漫 甚至他的任性刁蛮 都会给李玉带来一种全新的感受 他尝到了一个成熟男人 对一个小女生无条件宠爱和呵护的滋味 那种新鲜感刺激感彻底的征服了李玉 让他心甘情愿地陷入了这个爱情的陷阱 再来看小周后的任性 我只用两句词来说明小周后的任性 这就是这首《菩萨蛮》当中的最后两句 这是李玉跟小周后还没有成婚之前 他们优惠的这样一个真实写照 不知道为什么 在他们恋爱开始的过程当中 我总觉得小周后是主动的那一方 因为相对于李玉来说 小周后是百无禁忌的 他不像李玉那样面临着爱子爱妻 母后相继离世的悲哀和离法的约束 这些约束对小周后来说它都不存在 唯一可能让小周后感到有些悲伤的是 姐姐大周后的离世 不过大周后嫁给李玉的时候 小周后才四五岁 所以他跟姐姐在一起 共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 所以姐妹之间的感情呢 也谈不上有多么多么的深厚 因此姐姐去世之后不久 我想小周后能够比较快的 从悲伤当中而走出来 那十五六岁的少女 一旦坠入了情网 又百无禁忌 再加上从小被宠爱 被浇灌的任性 于是她对于爱情的追求 是更为大胆和热烈的 当李玉畏畏缩缩的想要和她优惠 然后又再三地叮嘱她 要小心小心再小心的时候 小周后调皮地拎着鞋子 光穿着袜子 踩在地上直奔向她的爱人 因为爱人的谨慎和犹豫 她还口无遮拦 毫不掩饰地对爱人说 奴魏出来难 教君自以怜 人家好不容易才见你一面 你可要拼尽全力来对我好啊 这哪里是一个 矜持含蓄的大家闺秀呢 分明是一个大大咧咧 毫不做作的小女生啊 面对这样任性娇称的小恋人 李玉呢 只好乖乖投降 甚至还觉得这样的 长期的地下活动 挺委屈小周后的 所以当后来李玉 力排众议 要用最风光最隆重的礼节 来迎娶小周后的时候 她还觉得多多少少 这有一点补偿的 这样一种意思在里面 如果真的把爱情 比作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 那么大概是小周后 先烧起来 那种滚烫的温度 很快的就传染给了李玉 小周后浑身洋溢着的青春 不加掩饰的激情 给李玉带来了全新的感受 让她也情不自禁的 放弃抵抗 让两个人在共同的爱情高烧里面 一直燃烧到沸点 李玉和小周后的爱情高烧 讲到这里 可能我们会产生一个疑问 既然是爱情的高烧 难道高烧可以一直持续高温 持久不退吗 确实 既然是高烧 就一定会有降温的时候 奴魏初来难 娇君字一连 率性可爱的小周后 把李玉从失去爱情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让她的生命重新焕发了光彩 他们一度沉浸在爱河中不能自拔 尽情享受着熊熊燃烧的激情 和风流浪漫的二人世界 小周后获得的宠爱 甚至还超过了她的界限 如果生活一直如此 那该多么美好 然而残酷的现实 再一次让李玉和小周后的爱情 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玉与小周后的爱情结局 又会怎样呢 不过他们的爱情降温 不是来自他们主观感情的原因 而是出自外因 这个外因就发生在公元975年 11月27日这一天 就在这一天的夜半 大宋的军队兵临城下 李玉放弃抵抗 率领群臣肉坦出乡 第二天就在宋军的压解之下 冒雨沉船北上 从此开始了屈辱的亡国奴的生活 来到北宋的都城东京之后 李玉被宋太祖封为唯命侯 意思就是不听话的侯 到后来宋太宗赵光义即位的时候 改封为龙溪郡公 而小周后呢 被封为郑国夫人 李玉曾经写过一首词 我觉得是他入宋成为亡国奴之后的 真实心情的写照 这首词叫做乌叶题 林花卸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招来寒雨 晚来风 烟之泪 香流醉 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 水长冬 命运的变换 就仿佛是招来雨打 晚来风吹 在风风雨雨 不断的摧残折磨之下 林花终于是无可奈何的凋零了 这首词的上片 看似都在西花 西春 那又何尝不是后主 对于残酷命运的一种哀叹呢 夏片烟之泪 令我们很快就联想到 女性的泪水 潸然而下的时候 浸湿了脸上的胭脂 显示出像林花一般的鲜红色 所以胭脂类既是写林花的颜色 也联系到了女性的命运 香流醉 则是花和人 他们在共同面临凋零的命运的时候 同病相连 几十重 既是此人在追问 凋零的林花还能再开吗 实际上 此人也是在给自己一个否定的回答 泄了的花不会再开 过去的好时光不会再回来 而逝去的爱情世界 也永远都是遥不可及的了 所以李玉才会充满悲情的感慨 太匆匆 自是人生长恨 水长冬 他那无穷无尽的恨 就像东去的大江一样 再也不可能回头了 亡国之恨 本来就是一种撕心裂肺的剧痛 而李玉此时还面临着更加剧烈的痛苦 那就是他心爱的妻子小周后被宋太宗赵光义横刀夺爱 作为郑国夫人 宫廷命妇 小周后经常会被宋太宗以这样那样的名义招进宫去 别的宫廷命妇都能够很快出宫 而小周后常常被赵光义一流就是好几天 每次出宫之后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小周后总是大哭不止 他的哭声骂声传到很远的地方 导致大家都只能装作什么都听不见 很远很远的绕开 回避到他的哭声 而此时的李玉 什么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 他只能够陪着小周后默默的垂泪 他还能说什么呢 作为一国之君 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国家和百姓 作为一个丈夫 他没有办法保全自己的妻子 这样非人的生活 用李玉的话来说 在东京的日子 真是此中日息 只以以泪洗面 我想南唐的王国 以及王国之后 小周后遭受的非人虐待 是他们的爱情高烧 必然降温的原因 连做人的骑马尊严都丧失殆尽了 爱情又从何谈起 当年那个花明月案 拢清雾 经销好像狼边去的天真女孩不见了 当年那个产袜不相接 手提金铝鞋的俏皮女孩不见了 当年那个画堂男叛剑 一向威人颤的娇憨女子不见了 当年那个奴魏初来男 教君自义怜的帅性女孩不见了 让你一次爱够够的爱情高烧 已经永远的停留在了遥远的记忆当中 这一切逝去的太匆匆 李玉深深的明白 过去的好时光不会再回来 过去的爱情再也回不来了 人生长恨水长冬 此时此刻留给他的 只有无穷无尽的愁和悔 李玉是一个柔弱的男人 因为他的柔弱 小周后必须承受 他所遭受的非人的虐待 因为此刻的李玉 他之前的所有的亲朋故旧 他所有的老臣 全部都离他远去 唯一朝夕相伴的 唯一能带给他一点点精神安慰的 只有妻子小周后 李玉也是小周后 此刻还能忍辱偷生的唯一理由 但是不久 这个唯一的理由也破碎了 就在公元978年 也就是南唐举国投降的第三年 西西的夜晚 7月7日 这一天也正好是李玉的生日 他新写了一首词 于美人 生日的晚上 他命人在他的府地里面唱这首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之多少 歌声传到了他的府地之外 被宋太宗听到了 赵光义大怒 你一个亡国之君 居然还敢公然唱什么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居然还敢公开思念你的故国 一怒之下 赵光义派人刺了一壶酒 到李玉的府中 而这个酒里面 预先已经下了剧毒的千基药 7月7日 这一天正是李玉的生日 也是他的生命陨落的时候 一代辞人就这样逝去了 丈夫的去世 让小周后悲哀不自生 如果说李玉的存在 曾经是小周后忍辱偷生的唯一的理由 那么此刻李玉的去世 让小周后彻底丧失了生存的希望 就在同年10月 小周后去世 并且与李玉同血而葬 对于小周后而言 十年的婚姻 虽然热恋时候那种不顾一切 让你爱个够的爱情激情 终究会趋于平淡 但是那个多情的丈夫 毕竟给了他全部的宠爱 虽然亡国奴的日子 让他尝尽了屈辱和悲哀 但是那个柔弱的丈夫 终究不能够让他狠心的离开 奴魏初来难 教君自已连 无论世事变迁 无论是富贵还是患难 他对李玉的爱 一如当初那般天真率性 毫不掩饰 毫不做作 也许作为一个妻子 和一位皇后 小周后并不完美 但是对于爱情当中的两个人而言 只要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只要是发自内心的纯粹 那么无论是突如其来的爱情高烧 还是细水长流的默默温情 都值得尊重 都值得呵护 当小周后与李玉永远的相伴于地下的时候 当他们的爱情不再受到外来的风雨摧折的时候 奴魏初来难 教君自已连 让你一次爱个够的爱情宣言 在那个时候才终于能够尽情的释放